沙家免渡中文學校 執行了春節聯歡晚會 共有一百多位師生家長共襄盛舉 在老師的精心編導下 小朋友們帶來俄歌 唐詩朗誦等表演 讓家長見證孩子的學習成果 大家是共度了一個快樂 溫馨的夜晚 沙家免渡中文學校 幼兒班的小朋友穿著喜氣 在老師的帶領下蹦蹦跳跳表演兒歌 為這場春節聯歡晚會熱鬧揭幕 接著一年級表演祝你新年好 向嘉賓們祝福新年快樂 而高年級的同學則帶來舉杯高歌慶新年 默契十足的演出 受到全場矚目 沙家免渡中文學校一共有七個班級 分別帶來慶賀新年的應景節目 博德滿堂彩 老師們也特別獻唱龍的傳人 孩子們坐在位置上專注的聆聽 現場氣氛溫馨 校長郭忠誠送上大紅包 感謝老師們一年來的辛勞 本校成立於1992年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幾年 當初是由十二個台灣來的家庭在這邊一起共同組成的 目的就是希望小孩子可以在美國這個地方還能夠繼續持續的學習中文 那本校目前有四十五位學生 那那個家庭背景已經不像以前 現在變得非常多元化 大部分的家庭家裡不講中文 所以我們在教學上也要跟著調整和適應 那我們就是盡量試著讓小孩在美國這個環境長大 還能夠繼續除了保有中國語言以外 還能夠有一些中國文化的桃陽 最後全體共享由家長們帶來的美味自助式晚餐 邊吃邊聊話家常 度過快樂溫馨的春節晚會 臺灣宏觀電視鄧瑞菊美國沙家緬度採訪報導